日本皇太子夫妇结束了这次对荷兰的访问 今早乘坐政府专机回国 这次外访是长期疗养的皇太妃牙子 近11年来首次正式出访 乘坐飞机大约11小时后 牙子妃并未显出疲态 面带笑容走下班机 皇太子长女爱子公主 在东宫寓所门口迎接父母归来 纽约主记长市长参选人刘传义的主要筹款人潘兴武 和前财务主管侯家 涉嫌为刘传义竞选期间非法筹款一案 在纽约南区联邦法庭经过两周庭审之后 5月2号陪审团队两名被告做出有罪结论 美国德州休士顿乔治布西州机场 今天惊传枪声 一名男子在机场航下对天花板开枪 随后男子和安全人员对峙后重担身亡 警方表示这起事件并未造成其他人员伤亡 美国加州今天发生森林大火 火势一度威胁民宅 加上与加州州立大学位置很接近 大学教职员和学生 以及附近居民全部疏散 今晚也来电视终于报导 大学教职 to the 下脑路中 女士